我就听过一句说话 买衣保最好的时机其实就是 YES 依然有人觉得 给元宝费拿不回 好像很吃虧 所以想等年纪大一点 身体差一点才买 但是这个正正就是买保险的大忌 大家好 又有片看了 上次我们解答了这么多位网上朋友 关于自愿衣保的问题 今次我们讲一下怎样买保险 买一份保险 特别是这条保险 给钱那下可能很简单 但是怎样选择 几时买 全部都是一个大货物 很多新手 甚至买过保险的人 都可能会犯 未来所说的五个常见错误 这些错误 后果可大可小 少则给多了保费买贵了 严重的话 随时搞到你想买保险都买不到 又或者给完保费之后 到医病时才发觉 一元都claim不回 第一个错误 有病痛才来买保险 医疗保险一个月的保费 可能都不用100元 但依然有人觉得 给完保费拿不回 好像很吃虧 所以想等年纪大一点 身体差一点才买 但是这个正正就是 买保险的大忌 因为每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 都需要平衡风险 尽力维持所有受保人的利益 如果接受大病投保 便是令到其他健康的受保人 需要分担不健康的人 可能要面对的医疗开支 这样一点都不合理 所以有病痛才买保险 保险公司可能会承保不到这个风险 到时你就想买都买不到 我就听过一句说话 买医保最好的时机 其实就是yesterday 即是越早买越好 大家又没有玩开风水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跌断脚 头昏身 甚至生癌 所以趁健康投保才是明智 而且即使被你在不健康的时候买到 保险公司都可能会加你loading 即是压外保费 又或者加入不保事案 第二个错误 不比较就买保险 有些人听完保险中介 计划完或者看完保险公司的广告 觉得很吸引 就急不及待地投保 其实这样不是一个理想的做法 中介和保险公司虽然没有压你 但未必会帮你中立地 比较市场上同类型的保险 所以我会建议你去一些中立的网站 去比较 自己做research 例如自愿衣保计划就有一样好处了 政府已经将全香港 几百个计划的保障和保费公开了 还整个工具方便你去比较 资料还会定期更新 以自愿衣保标准计划做例子 不同公司的保障大致一样 但每个月的保费可以相差超过三百元 或者你可能觉得一个月欠几百元都可以 但如果是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呢 小数怕长计 花一点点时间去比较 随时可以省几万元 足够你去多转日本 第三个错误 跟风买保险 很明白 保险条款有时候是有点复杂的 听到亲戚朋友 买了那份储蓄保险或者高端衣保 就很想贪方便跟在一起买 但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健康和财政状况 其实是不是适合这些保险呢 你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些保障呢 例如退休人士明明最需要的是医疗保障 但你又跟风买了份人寿保险 结果人买你又买 造成保障错配 除了百比保费之外 还买了一些不适合自己的保险 去到第四个错误 买医保不申报病历 通常买保险的时候呢 都需要合保的 公司会问你健康问题 建议大家 绝对要诚实作答 因为你每次看医生 身体检查 甚至看政府急症 医院和诊所都已经有了记录 要查你的病历一点都不难的 如果不申报病历 或者可能会令你容易些过到合保 但有事的时候 要claim钱的时候 保险公司就有权一元都不赔给你 结果隐瞞病历只会令你得不上失 最后第五个错误 买完份保单就放在一边 肯看到这条片 相信平时都会很关注自己的权益 所以无论你是网上投保 还是经中介买保险 都要了解一下自己保单的内容 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中介人 什么时候辞职不做 万一要自己处理完文件 又或者claim钱的时候 连自己买了什么都不知道 做完手术花了几十万才提不到钱 到时就会大失预算 间接等于白交了这么多年的保费 说了这么久 希望大家看完这条片之后 都明白保险本身没有骗人 其实绝大多数情况之下 保险公司都会根据保滩条款作出赔偿 想了解更多保险知识 可以subscribe煲胎这个youtube channel like comment share这条片 我们下次再见 是okinap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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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